那各位 那個什麼 台北交流 好 說話說話 中中就有什麼活動 好 教練台北 各位教練台北的夥伴大家好 嗨好 是今天的第三位分享者 其實我第一次從那個角度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真的蠻特別 因為我過去都是 對啊 因為我過去嘉珍每次的安排 都要嘛就叫我在後面拿那個板子 對啊 那時候叫我站在前面擋主持 安排就叫我去樓下 去引導觀眾自己 對啊 所以我覺得第一次站在那個 在那個角度 我真的覺得還蠻開心 而且今天上來講真的壓力蠻大的 對啊 因為今天高手蠻多的 像上半場那位主持人 那我真的壓力蠻大的 哈哈哈哈 我又撥破了 對不起 我現在不要再撥破了 好啦 我跟大家開始講一些正 講一些正經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嘉珍的邀請 那我還是先做個比較正式的自我介紹 好了 因為剛剛上半場講的那個都比較不正心 那我本身叫陶玉良 那我目前已經從事了房仲業14年 那我是在92年加入這個產業 那95年升任店長 99年升任區經理 那我現在負責的是全公司新人的教育訓練 哇 哇太早出來了 我後面還有一個數據 我都會參考 其實 如果這樣子聽的話 可能各位是沒有感覺 那以我們現在為例 我們全公司的經紀人總共有1500位 店長才236位 那正副區經理加起來總共才21位 所以換言之各位 你進來我們公司你有15%的機會升店長 但是你升到還沒就還沒結局 還沒還沒 你沒那麼快出來 但是你只有1.4%的機會才能夠當區經理 哇 掌聲 太早挖了 太早挖了 真是的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 在職涯上面 我覺得這一路從一個業務員 然後從管理職到領導職到 甚至現在是所謂的牧羊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我是非常的幸運 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幸運呢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適時的去講話 讓自己被上面看到 那也因為有這些事實講話的機會 你才會去發現自己的可能性 所以我今天想來跟大家去分享 我在我的職涯上面有一些比較關鍵的時刻 我適時的去講話的故事 對啊 所以其實我有很震驚的一面 只是在這邊沒辦法呈現 那我相信所有的人 會害怕上會害怕上台講話 大部分都這三個原因 那因為 因為其實各位你知道恐懼啊 為什麼人會害怕上台 因為我們的老土中 過去生活的環境是跟一群猛 受注在一起的 所以各位 如果你被人家看到 你附落在所有人 都可以看到你的狀況下 其實就是有生命危險 生命危險 所以各位上台講話 為什麼你會恐懼 這個很正常 因為這老土中喘的 這不是你的錯 因為受到大家的注視 一定會很緊張 這很正常 所以各位就知道 我現在很緊張 好啦 有一些夥伴會講 我又沒有料 我其實多講 有可能在實驗上 會不會去犯一些錯誤 那甚至 我每次跟人家講 我是房仲的業務員 很多人都會說 你也會講話哦 你應該很油哦 大家今天看我的表現 其實我們 廁長跟志空間的 心結之日益 好啦 所以大部分人會害怕戰勝來講話 大概都是這幾個原因 那我這邊也要跟各位分享 其實對 我也曾經怕上台講話 因為我也怕我自己沒有料 怕我自己講錯話 怕 當然有時候怕承擔更多的責任 但有時候有會擔心說 其實我這樣講 好像會不會讓人覺得 你都油水滑什麼什麼 可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講 其實事實的 站上台講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志牙上 這個會對各位非常的有幫助 那 所以在這邊我先跟各位去分享 其實 我那時候剛升任 95年剛升任店長的時候 那 我那時候升任 一個蔡宏店長 其實我滿不想當店長的 因為當店長你是管理職 管理有一個必要之二是什麼 就是要開會 所以每天早上你都要開會 那我每天想 對我今天到你會議 那你的開會內容又不能查 你的會議中 你要很清楚的告訴夥伴 我們今天是有希望的 來賣房子最棒 今天一定要賣出去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業績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精神 對就是大便的時候就要想 我帶你去店頭 我帶你去店頭 我要做什麼 我要跟他們去講什麼 好 我怎麼在短時間之內去讓他們 每個人都覺得對我今天來上班 那 那其實是有意義 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最常 我們店長會最常講就是那個 最假買點 今天下禮天 各位夥伴 今天是要告訴你的 你的客戶 今天是買房子最好的司機啊 然後 昨天剛地震 各位夥伴 昨天剛地震 今天是要告訴你的客戶 今天是買房子最好的司機 那甚至我們前面之前是親民連假 各位夥伴 親民連假 是買房子 所以每天都是 都把自己在想這些 所以我們後來有 那時候也跟夥伴吃飯 他都會說 店長你那時候 我們最喜歡聽你講 就是最加碼一點 什麼故事都可以變成 火箭 然後你最棒的司機 出去一定要跟你的客戶這樣講 那 那個時候當燦娘隊長還有另外一個壓力 除了第一個是開會的壓力 第二個是 我們要去主持區部的會議 因為老的店長都不主持 但我們的區基礎其實非常兇 你要跟他去對焦說 我這次要講什麼內容 我要更全員去講一些什麼事情 但是我後來想回去 因為有這一段經歷 可以讓我在講話上 那因為很多夥伴 其實會有些回饋說 我這個人其實反應蠻快的 然後 其實身上是蠻多等的 各位沒有人天生是這樣的 我剛有講 其實很多人害怕上台 是因為怕自己沒有料 各位所有的料都是累積出來的 如果我現在對於講話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成就 如果我在主持人有一點點的成就 沒有 其實都是我過去在這一段時間 每天老伴真的是 每天都要開早會 每個禮拜五要開 要開全員會議 你有的時候還要跟長官提報 為什麼上一週做不好 你要有一個很完美 讓他可以接受的理由 所以我每天在動腦筋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間點學的 在很短的時間內 我要講出重點 然後我也還要把這個重點 要射到你的心 對 這不是小孩 就射到 所以我覺得 其實之前有一本書叫刻意練習 我覺得這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這本書 那本書就很簡單 只是他就告訴你 世界上沒有天才這回事 重點是你要去練習什麼 啊我是認為如果 現在有一點點的成就 其實都是在那時候 一點一滴去累積出來 所以這邊第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去分享 逆來順受 自然就有舞台讓你去享受 我那時候不想當店長 他們去開會 然後每個禮拜五壓力都非常大 因為他跟我們的區經理去報說 我待會的會議 我也跟我的同仁怎麼講 怎麼講 我講完之後 我確定他們可以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啊但是 我就去接受這件事情 慢慢的才能力 這些能力 那也再一次在公司分享 其實電筒帶的不錯 後來就被提拔為區經理 對啊 哎呀這個時候 哇哇哇哇哇 shelters 滿滿滿的 哇哇哇啊 對好好好 沒有啦 那後來呢 我覺得在當區經理的時候 其實有一件事情 我印象非常深刻 阿因為有一天 那個上面的長官就說 哎 阿會不然小唐 我們看你在那個 帶薪門方面是還不錯 要不然喔 你來 born 你來跟大家分享什麼帶薪門 所以呢 我們到時候的会議 大概會有700個人 喔就像 Java 全公司所有的店長 跟所有的區主管 啊跟所有當師傅的人 全都還全部都要來 那你就跟他们去分享 你不用准备长 55分钟就完了 真的没有很长 其实我那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这件事情 我是因为想 我那时候刚刚去经理的时候 其实业绩并不会很好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就业绩不完 叫我讲这个 第二个是 我又没有跟700人讲过话 那我要去讲一些什么 可是我那时候当下 我转念一想 我认为说 换个方向想 你去哪里找700个人 听你讲很烂 听讲45分钟 看很烂 又不用钱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想 这口罩对我来讲 是个最好的练习机会 所以我后来就跟长官说 好啦 那今天我们就试试试试试看 我记得在那一场演讲 大概准备了一个月吧 从前面的资料的一些对焦 来来回回 那我也找了很多伙伴 来听我试讲 那我记得在上台演讲前 的两个礼拜 我每天晚上都练习一个多少 就是把整个讲稿讲过一遍 对 然后讲完之后就怎样 就吃宵夜 没有啦 然后就跑了 你不要浪费时间的人 所以就吃宵夜 所以大概总共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记得那天站上场的时候 那个现场真的 因为我记得那次是在建坛青年火候中心 所以那个是有12层楼高 我真的看起来是黑压压的人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准备了一个月 所以我上台 其实我自认为真的是蛮流暢的 台下之后也接到很多回会 因为各位在公在公司 只要是大型会议就代表什么 就是所有人的放空时间 没有啦 大家就哦哦哦哦 对不对 上面讲那种就哦哦 所有人的放空时间 但是那一奖会议 我得到很多回会是只有你那一段 我有认真在地 这一次就比较增长 像刚前面两次都太假 好 所以 所以我那时候才想 哎对 如果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想 啊我没讲过700的我怎么讲 我又没有做很好 你叫我去讲 我觉得就没有后来这一些 这一些机会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想跟大家去 分享 各位 你们都想说要把握机会 人生要把握机会 我想要挑战 我要走出舒适圈 各位 真正的走出舒适圈 并不是去做你没没做过的事情 是去做你认为你做不到的事 所以我就是在那一次的场合 哎也被长官看到 所以我的长官都都 都蛮好当的你知道吗 所以他说哎 要不然你跟700人讲 哎700人讲的还不错 要不然你都说 所以在所以再来呢 要不然1500人的会议 要不然你上去就主 就主持好了 我就想 哦对对对 你跟我说很简单 没有啦 想说没有啦 没有关系 你跟我说很简单 然后 所以我后来 第一位有站上台讲话的机会 然后我就慢慢的 公司他要换你 你就当主持人 才意外的重溫到了主持这一条路 那有到主持1500人的乐会场 那后来在乐会场合主持 又不错 长官真的都很好 长官下一句话又是吗 好 要不然你1500人都可以 要不然那个 那个大概快1万人的乐会 要不然 的那个伟的伟 要不然你去主持一下 哈哈哈哈 没想到很简单 哈哈哈 对对对对 好 所以我觉得 路路路续续 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想法 你去哪里找700个人来听 你看很乱 去哪里找1500个人来听讲话 去哪里找快1万个人来听讲话 所以我后来就都去新南接受这些东西 然后也因为在职业上有了这些磨练 我那时候来参加焦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棒 那我记得那一天在场上呢 就有人就就有人说 哎 我那我们缺缺志工 哎呦缺主持人 那我就去把握税之间这样 那当然现在没有缺啊 没有啦 没有啦 永远都有缺啦 所以我那时候就 毛税之间就上台当了 我就来焦点当主持 那我记得 我那时候刚才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因为我会认为说 我的风格跟在焦点这一边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mage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的时候 超厉害的 你知道 创办人 没有 不是我超厉害 是创办人的操练 创办人都没来 我觉得你也没看过我 然后你说我可以主持 然后就让我来 然后他本人都没有来 我待会说 待会宣布 那个焦点都不用收钱 对啊 他可能就没有焦点 没有没有 但是 但是我后面就发现说 其实 其实我是有这样的 这样的能力的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在植牙上 不要去拒绝自己的可能性 那也因为在焦点这边的活动 我陆陆续续呢 我觉得就认识了很多很 很棒的朋友 好像那个 像这个心理师啊 什么都是在这边认识的人 他好像不太想承认 对 所以 那也因为有这样子 我来发现说 其实自己在讲话上 因为经过这些植牙上的 累积四个分钟 对不起 我再两分钟 不好意思 主 主持人可以有这个 特 特展的那种 我再讲话 我就知道 所以 我发现自己在植牙上 有这样的可能性之后 那我就开始 哎 在讲话上 我现在也会去说 去说书 所以各位 如果有共4月28号 我刚好在这个焦点的活动 我认识到另外一个 为你而读的创办人 他有邀请我到那个台北电脑展 去说书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可能性 可以让我的世界变更大 所以我这边想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你的经历呢 就是你拓展新世界最好的武器 上帝其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安排 所以他对你安排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不 你就去试试看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在经过的植牙 这么多的发展 其实在下班之后 还有这么多的机会 其实真的就是 靠着这些累积 然后去努力 所以呢 这边最后想跟大家去讲 如果我们谈到后悔 问你说一个礼拜 这上一个礼拜 你发生过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大部分的人的回答都会是说 我做了某做了某件事 让我非常后悔 我可能不该讲那一句话 我不该 我不该在那个在那个会议中发言 我不该怎样我不该怎样 大部分人如果问你 上个礼拜你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大部分人的回答都 都是说我做了某件事的后悔 但是各位 如果时间拉长到五年 时间拉长到十十年 无论你做的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大部分人的回答 有八成左右的人都会回答说 早知道我十年前应该怎样 十年前那一场会议 我应该勇敢的上去讲话 我十年前我应该怎样 我应该怎样 所以各位这两个数据想告诉各位什么 对去做 反正你八成都不会后悔 好 所以将来对 对将来如果你有说话的机会 真的不用怕 不用怕自己想过好 你上了 你上了再说 好 所以最后最后 要跟大家去做受恋的是 每个人的每一生都有很多场战要打 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要打 大家看我的生产都知道 有一场战我一直没有打 跟体脂肪这一场 因为应该还要打人钱 对 但是 所以有战场都一定要上 如果没有战场 就自己去找战场 如果你的人生是一本书 你其实里面最精彩的故事 就是你那些上战场的故事 你才有故事跟人家说 好 所以这边也勤勉 各位 那这个是我最后 我希望放在我自己木制林上的 美好的战 因为我觉得看到圣经醉的话 我自己蛮感动的 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 每次有上战场的机会 各位就有赶上了 好 然后 那该跑的路 我都有用 我都有用力跑了 最后 我自己希望守一次 我自己有去守住 好 所以各位 我是淘蛋 那今天藉由我在职场上的 三个转折点 勇敢去发声的故事呢 也请你各位 好 可以在真正的场合 轮到你的时候 你的战场来的时候 真的上去勇敢说吧 让自己发光 好 谢谢 好 我觉得这位 讲者的掌声鼓励 要问什么 真的很好 不可以 但是我想问一下淘胎 是不是 好 不要玩了 不要 好 谢谢淘胎 耶 好 一半的算他 他的人生蛮需要 好